如沐案中的余欢怎么样了 余欢案是2016年发生在山东辽城市的一个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 该案当年曾被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中共选为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2018年被选为最高院第18批指导性案例 此案例还得从余欢的母亲苏银霞说起 苏银霞是一位女企业家 她经营的元大公贸公司在正常生产过程中 不得不经常靠借贷解决资金问题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2014年7月28日 余欢的母亲苏银霞和父亲于希明向吴学战赵荣荣借款100万元 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 至2015年10月20日 共计还款154万元 2015年11月1日 苏银霞于希明再次向吴学战赵荣荣借款35万元 其中10万元 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0% 另外25万元 透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将于希明名下的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元的房屋作为抵押 双方约定如余期还款 则将该住房过户给赵荣荣 2015年11月2日 至2016年1月6日 苏银霞共向赵荣荣还款29.8万元 非法拘禁 如母 警察不作为导致余欢举刀刺猬 2016年4月13日上午 吴学战 赵荣荣等人将抵押房屋内的物品搬出 苏银霞报警 警察出警时吴学战称双方系房屋买卖纠纷 警察告知双方协商或透过诉讼解决随即离开 警方离开后 吴学战责骂苏银霞 并将苏银霞头部按压入作变器接近水面位置 苏银霞当天下午四次拨打110和市长专线反应状况 均未得到协助 2016年4月14日下午四点 赵荣荣纠集十几个人来到原大公司讨债 他们先后在办公大楼前呼喊 在办公大楼门听外架起烧烤炉 进行烧烤并喝酒 同时在财务市盯手苏银霞 逼苏银霞还债 晚八点左右 讨债者杜志浩、杜建岗 开车来到原大公司 与李中等人一起饮酒 8点48分 苏银霞被要求到办公大楼一楼接待室 余欢及公司员工张丽萍、马金董陪同 晚9点53分 喝完酒的杜志浩等进入接待室 他先将余欢、苏银霞的手机收走 并放在办公桌上 接着用污秽语言辱骂苏银霞 余欢及其家人 并将烟头弹到苏银霞胸前衣服上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 杜志浩后来竟将裤子退至大腿处裸露下体 朝坐在沙发上的苏银霞等人左右转动身体 后来在马金栋、李中劝阻下 杜志浩穿好了裤子 却又脱下余欢的鞋让苏银霞纹 被苏银霞打掉 其他讨债人员也实施了 纠抓余欢头发或按压余欢肩部 不准其起身等行为 后公司员工报警 10点17分 警察朱秀明带领辅警宋长染 郭启志到达原大公司接待室 当时讨债人员仍然将余欢按在沙发上面对这种情况 朱秀明只说了一句要仗可以 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据警察称 出去是寻找报案人了解情况 这时 催债的几个人也跟着警察走出接待室 据欢回忆 当警察离开时 他们母子二人也想要随住出去 但却被拦住 这时 跟随警察出去的催债人员陆续又回来 令余欢坐下 余欢怕被打不敢坐 杜志浩 郭燕刚等四 五个人动手将他推向房间的东南角 不知是谁从后边卡住他的脖子 把他推到靠东墙办公桌南边 这时他从桌上摸到一把刀 并拿起挥舞 喊道 别过来 别过来 杜志浩说 报警也没用 还边上前边说 你哪哀 你哪哀 余欢就捅了杜志浩腹部一下 其他人见状冲过来 余欢又捅了程学贺胸部 严建军腹部 郭燕刚背部各捅一下 后杜志浩不治 郭燕刚 严建军重伤 程学贺轻伤 此后 余欢被抓 山东辽城市检察院 以故意伤害罪 对余欢提起诉讼 2017年2月17日 辽城中院做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 欢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余欢不服 提起上诉 余欢如母杀人案 引发社会舆论漩涡 2017年3月23日 南方周末首发 《刺思辱母者》文章 披露余欢案件的来龙去脉 凤凰网和网易新闻转载后 引发公众评论和其他媒体的大量转载 截至3月30日 网易新闻入口网站转载的这篇文章 达到239万的跟帖评论 而在此之后 微博平台 微信等成为了公众的发声和互动平台 由中国青年报发起的《刺思辱母者》 被判无期的话题25日开始 稳居微博热门话题前列 截至27日 该话题阅读达到9.3亿人次 讨论达44.8万 在某知名网站的民调中 参与调查的人数高达数百万之中 90%的人认为 余欢正当防卫成立 应该无罪释放 并有少数人认为 即便余欢有罪 也罪不至无期徒刑 而多方专家及律师也认为 如此量刑 匪夷所思 巨大的民意热浪 形成了舆论漩涡 引发民愤的 主要是此案件的不公判决 公众聚焦在以下三点之上 一 母亲受辱 儿子反抗 为何不能判定为正当防卫 二 警察到场后 为何要离开并放任被告和被害人 同时留在现场 三 借款135万元 在支付本息184万 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 仍无法还经欠款 高利贷之下的暴力催收 是否应严查 一中天在其微博上发言 支持余欢无罪 血性男儿哪有罪 刺思辱母者 既是正当防卫 更是见义勇为 看着母亲一再遭受令人发指的凌辱 在连警察来了 都无法解救其母的情况下 作为儿子 奋起反抗 怒而挥刀 将流氓恶棍一一刺倒 从小处说 这是一个儿子唯一的 应该说也必须做出的选择 往大了说 这正是一个民族应有的血性 此微博案赞数达30万 同时 中国青年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等各大官方媒体纷纷发表评论 质疑判决 要求改判的呼声日益高涨 面对巨大的舆论声浪 最高检不得不派出工作小组到当地 对案件进行调查核实 并广泛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 最终形成检查机关的出庭意见 二审过程中 山东高院还邀请了 一百余位各界人士旁听 并透过微博全程直播 长达15小时的庭审过程 共发布包括文字 图片 影片在内的微博133条 于欢二审认定为故意伤害 防卫过当 2017年6月23日 山东省高院二审认定于欢防卫过当 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 有期徒刑5年 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 判决书称于欢统赐杜志浩等人时 难免不带有报复杜志浩如母的情绪 在刑法材量上应当作为对于欢有利的情节重点考虑 杜志浩的辱骂行为严重违法 亵渎人伦应当受到惩罚和谴责 但于欢在实施防卫行为时 致一人死亡 二人重伤 一人轻伤 且其中一众伤者 喜于欢从背部捅刺 防卫明显过大 也就是说 二审的改判 仅是将无期改判为五年刑期 并未更改于欢案件的根本性质 于欢仍然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 于欢的防卫并未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认定为正当防卫 为什么这么难 中共建政以来 被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例非常少 网友说全国一年内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案例的 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江苏省检察院官微曾发文称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一百份以正当防卫为由 要求轻判的二审 中审 刑事判决书 仅有四份被法院认定 比例仅百分之四 而被最终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 多达76份 于欢案二审改判后 官媒称 案件的审判 充分考虑了案件对法制建设和公序良俗的影响 赢得了社会对裁判的信任 认可与支持 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对官媒如此宣传 民众并不认可 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 中共法律的目的是 维稳第一和培养顺民 而民众的正当防卫行为 因涉及自我意识 坚持正义 不向恶势力低头等 都会引起中共的忌惮 难道处于于欢的位置 只有眼睁睁的住警察离开 只有眼睁睁的看住母亲被殴打凌辱 只有默默忍受黑社会的毒打 或是随时升级的杀害 只有这样才算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守法公民 于欢不是美人 而是忍无可忍 于欢杀死恶霸的血性弥族珍贵 母子被黑社会控制毒打 此时反抗不算正当防卫 那什么叫正当防卫 这是标准的正当防卫 鼓励挨打不反抗 这不就和谐了吗 挨打不抱怨的社会 才是好社会 说白了 政权不鼓励私人暴力 一切稳自当头 后续相关人员的状况 2020年11月18日于欢出狱 后来在家人帮忙下开了一家零食店 2022年8月5日于欢成为新郎 于欢婚后接受采访时说 非常满意 我很享受现在这种平淡而充实的生活 可以每天和家人和爱人在一起 他也表示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 很大程度上由于广大网友对他的关心和支持 他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 而2016年4月13日 处置苏银霞警情的警察郭曾金 因未能采取有效措施 保护苏银霞的人身安全 被给予中共党内警告处分 4月14日 处置原大公贸公司警情的警察朱秀明 因对现场局势稳控不力 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降级处分 两次随同出警的警察或辅警 也分别得到了警告处分 通报批评 以至于以辞退的处分 吴学战等15名被告 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制侮辱妇女罪 强迫交易罪等13项罪性获刑 吴学战被判有期徒刑25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余成员被判处 两年至20年有期徒刑不等 2019年10月 被余欢刺伤的讨债人员严建军 因出狱后饱受病痛折磨 家里一贫如洗 连律师都请不起 他又一次起诉余欢 希望余欢再赔偿其医疗费 这等级20万元起诉被法院驳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您的感想 也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次见